兄弟,你這三折疊屏是華為那個嗎? 火槍!這個華為三折疊才買不到一個星期 然後屏幕的話已經錄音了,一彎多收的 中國軍閉上,中國軍閉上 Good track,Good track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天19號發生了一件丟臉國際的事情 日本與中國隊在廈門進行第三輪世界盃亞洲區的資格賽 另外,現場一群小粉紅在開賽前激動的包圍 並且痛罵穿日本球衣的觀眾 痛罵他們什麼呢? 漢奸、賣國賊、叛徒 結果你們知道搞笑的是穿日本球衣的觀眾 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穿日本球衣,支持日本的球隊 說日本加油,何錯只有,還被罵漢奸 人家是大和民族官漢族什麼事情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這個荒謬的影片 我們馬上帶些人太好了 絕對人口哇 胖,胖,胖…… 胖 胖,胖,胖 胖,胖,胖…… 胖,胖…… 胖,胖,胖,胖…… 中共的必生,中共的必生,中共的必生 Good track,Good track 明天,明天進 明天進 我們馬上的求生欲,你受得了嗎 中國加油 人家不想鳥他 想把他打發走 因為知道你是來碰瓷的嘛 跟你糾纏 你肯定會有更多的素材碰瓷 所以人家跟你說 啊中國很厲害 中國必勝 對吧 加油 Good luck 然後你又說人家聳 你想要怎麼樣 人家不管做什麼 你都會碰瓷 那為什麼人家 不選擇碰瓷最少的那種程度 不讓你有流量 人家如果跟你有衝突 哇 這個流量爆 所以不要給你流量是最好的 真的是碰瓷你們最會 前幾個月不是在北京 也有一個中國小粉紅 跑去碰瓷日本人嗎 說為什麼要給日本遊客 讓座拍照 人家先到的是吧 而且你想一下 如果這個事情 是發生在海外地方 例如今年的巴黎奧運 中國隊伍一出場 或是中國球迷一出場的時候 一堆外國人痛罵 中國人啊 中國觀眾是髮尖 是賣國賊 你不覺得很搞笑嗎 你們賣什麼果啦 你們賣法果啦 還是怎麼樣 而且這肯定會變成國際性的種族歧視 但是在中共國 基本上到場的人都是支持這樣的行為 我不能說全部 但大部分 你不可否認 但是別人不能對咱們中國幹這樣的事情 但我們中國可以對別人幹這樣的事情 因為你們以前欺負我們 以前在這個滿清統治我們的時候 你欺負我們 所以我們漢人要幫著滿清 你講這個話的時候其實沒有邏輯的知道嗎 更令人覺得荒唐了還有什麼 在演奏完中國主場的國歌之後換到演唱日本國歌 現場你說只有日本球隊還有日本球迷 日本觀眾唱就算了 這可以理解 因為這是他國的國歌 但基本的尊重要有吧 人家在播你們中國國歌的時候 人家日本有展現出那種 軍國主義王中國之心不死嗎 沒有 但你們現場可以看到的是什麼呢 中國觀眾在播日本國歌的時候 痛罵日本大吵大鬧喧嘩 我只能說這些人的認知跟受的苦難 配得上中國共產黨 配得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是你們多數人選擇這樣的價值觀 選擇這樣的政黨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對吧 只有日本球迷在幫日本自己加油 其他在播日本國歌的時候 中國人都在旁邊咆哮痛罵 什麼日本滾蛋啊 什麼日本王武之心不死 之類的 非常沒有尊重他國 你不要唱就不要唱 沒人比你唱 沒有人比你唱日本國歌啦 人家國歌在放的時候 你不爽 你就閉嘴 你就肅靜 安靜就好了 你希望人家怎麼看你的國家 人家希望怎麼對你的國民 人家對你這個國家的整體 是怎麼樣的觀感 你又先做到怎麼樣對別人的國家 不要再跟我扯 日本軍國主義怎麼樣怎麼樣 日本軍國主義是不是被打倒了 是不是死了 是啊 日本天皇是沒有權力的 是啊 你說日本天皇的權力 跟習近平的權力現在誰大 這個你們心照不宣啦 如果你們還要繼續扯 日本軍國主義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們為什麼要讓日本 對來中國境內呢 還打贏中國 為什麼呢 那是不是習近平是最大的漢奸 但你們不敢罵 為什麼你們還接受日本的無錫貸款 幫你們搞基建 為什麼毛澤東說感謝日本皇軍的時候 你們一個屁都不敢放 為什麼不扯張憲宗 還有最近的現代張憲宗 各地崛起 還有揚州十日家定三圖 都這樣子對漢人了 都這樣對官內的人了 還繼續拍這個輕功劇 你不覺得這樣很魯華嗎 為什麼不繼續扯五胡亂華 你既然都已經有胡華之分了 那就代表是不同的 為什麼不扯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死了多少人 這些任何一場大陸土地上的戰役 或是內亂 死傷都是南京大屠殺的百倍以上 連跟日本有過民族恩怨的南韓啊 都跳出來嗆 中國觀眾太沒水準了 數字太差了 人家南韓都講出這樣的話了 那就代表你們是真的很沒有數字 人家也是跟日本有國仇家恨啊 你們中國也是有國仇家恨 但是人家基本的尊重會給 因為現在的日本跟過去的日本已經不一樣了 還有日本球迷遭受到中共警察強制脫衣服 中共警察給出的理由是怕他被民眾打 但事實上他穿什麼都是他的自由 如果民眾打了你應該要去逮那個民眾 怎麼本末導致要人家脫衣服了呢 我說我看到習近平我想打 你是不是要叫習近平滾蛋 那你怎麼不叫習近平去競賽日本 讓日本不要來中國 就不會引發這些東西了 是吧 就像你們萬聖節 為什麼不能扣子上街一到切一樣 還有不少粉紅脫衣服跑去會場裡面 大展愛國情懷痛罵日本 也被現場的保安架走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他身上寫什麼 追夢起鴻湖之志 這個字擋住看不到 什麼身如樓椅 不知道在幹嘛 而且這件事情通通被國際媒體給報導了 其中最誇張的就是 現場還有不少的粉紅拿著綠色的雷射筆 你們叫做激光筆 去射日本球員的眼睛 用各種手段 對吧 我們從圖片都可以看出來 非常的荒謬 即便是用盡了一切手段 最後還是3比1落敗日本 我覺得日本自己要有自覺啦 不要再當聖母了 如果依據小粉紅大約統的邏輯 要論誰先侵略誰的 那就是占領大陸地區的原帝國 派兵去侵略日本兩次 也有登島進行小規模的作戰 也有殺一些日本人 是有的這也是有歷史記載的 也有非常多漢人 也有非常多的漢族兵去日本島上進行侵略作戰 這個比什麼大明中末期的那些什麼日本倭寇戰國的那些大明過來組織的 還要更早耶 只是遇到了強台來襲才兵敗而歸 如果沒有強台來襲的話 日本我估計也變成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日本自古以來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了是吧 所以依據大一統誰佔領中國誰是中國的邏輯來說 不就是你們粉紅中國自己先侵略日本的嗎 南京大屠殺是要報仇 是要無統你收復你為日本的祖先報仇 對吧 你們的邏輯是這樣子啊 你們不用道歉嗎 你們不用為了自己原帝國 去侵略日本而道歉嗎 你們只只算是不用道歉個五千年嗎 一定要道歉五千年啊 因為依據你們的邏輯 所有的日本人都要為惡戰之前的行為啊 包含南京大屠殺道歉一輩子 下輩子下下輩子乃至西元四千年都要一直道歉 那你們也要一直道歉啊 我們看到日本的網站上也是明顯把台灣人跟中國人區分看來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人是怎麼搜尋形容的 台灣人女性特徵台灣人口 台灣人跟中國人不一樣 台灣人好可愛台灣人最受歡迎的特產 我們看一下他們搜尋中國人的標籤是什麼 中國人極其沒有禮貌 中國人日本駕照免許可 中國人為什麼這麼吵 中國人為什麼要來日本呢 中國人酒駕 中國人低保護 OK,影片的最後還是要說一下 中共國的驕傲華為 華為最近在11月26號打算又要推出新款手機了 華為Mate70還有70 Pro 目前已經有兩百多萬人去預約了 到底實際情況會如何呢 不得而知 但我們可以從前兩個月推出的華為三折疊手機來看一下它的慘況 最近越來越多人的三折疊手機是爆開的影片流出來 馬上帶大家來笑一下 不是,看一下 好,兩人睡了 你摸牛逼 還有 呦,兄弟,你這三折疊屏是華為那個嗎 你發現沒發現不一樣嗎 我靠,你這瓶 你的瓶特殊呀,兄弟 瓶到光 我靠 你打開,你打開,我看看 我操,這是華為三折疊的 我靠,你這 這,哦,這新款的 你這最新款的嗎,你這是 不太一樣 哦,你打開,打開,我看看,來 不太一樣 哎呀,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看到這一套火箭可以嗎 火焰般的 火焰般的 我靠,你這火焰般的 你都說買這個是啥B買這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了吧 這還非凡大師呢 你非凡個錘子呢 崩了,行情崩了 不光他崩了 他一崩,我也不知道為啥 每天60pro也崩了 512的 二手元機有兩顆縫 三開頭能滿有了下人的 他崩完,差五都崩了 差五掉好幾百 你這不扯蛋呢 這還華為還保持,保持個錘子 大師個錘子你 又賠錢了 一萬多就可以買三折疊 你感興嗎 三折疊,怎麼疊都有力 來看一下今天書的啊 這個懷疊三折疊 才買不到一個星期 然後屏幕的話已經錄音了 一萬多收的 這個的話換個屏應該得個4000多 三折疊,怎麼折 都有面 折他媽壞 我這不感覺手指有點彎啊 彎了嗎 嗯 那我也掐一下 掐一下子 好,掐 那你狼頭掐啊 不要給他掐爆了 那你狼頭掐啊 沒事,不會爆 這一萬塊錢的4000多 這一萬塊錢的4000多 這麼重,等一下我看一下 真爆了 看看現在好吃的 許我們狗,你看 花圍傘這裡怎麼這都有面 還有後面還有攝像頭 越來越扯了 當初在吹華為牛逼的小粉紅 每一次吹,每一次過幾個月都被打臉 然後還說什麼 現在噴華為會不會太早了 你們再過幾個禮拜 過一兩個月再看 我跟你說 有一點認知的人 根本就都不用等一兩個禮拜 未卜先知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們的認知 配得上你們的這個苦蛋 我們的認知配得上我們的拆車 基本上很多都是準確的 所以不用在那邊等 我跟你說 這一款的 華為11月26號要推出來的 應該過一兩個月之後也是大翻車 就像現在粉紅完全都不敢繼續再提華為三折疊 一樣 你們不敢去洗了 不然你們說那些都是日本人 還是台灣人 是假冒的 那些其實都是iPhone iPhone三個拼起來 變成華為 要不要來幫這支影片去洗地 所以我祝小粉紅 永生永世都用華為 一定要用中國國產貨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爸小小姐 拜